来到了二十到三十岁 三十而立 这个年纪 是应该做什么事呢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那在人 生理 心理 这个时候 正值 青春 妄想 就应该 首先成家立业 女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一个 好丈夫 男人呢 当然也是 相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立业 找好人生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方向不明确 很多人是不明确的 那么就在 这个毕业后的五年 之内 都有一些尝试 找一找自己的方向 实际上如果你还是找不到 或者老是变化 立长之不长立志吗 就反过头来 想一想 你小的时候 我们会 到了以前 那个时候你真正 我的理想梦想是什么 老是叫你站起来 回答我你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 从小梦想 那个才是最真 你人生 你人生要走路 能找到 最好 打这个大方向 然后 其实在古代啊 那可能比这还要早就结婚 女子二七十四 天鬼智 男人晚一点十六岁 大概 就差不多了 但是 那个时候毕竟还是相对年轻 古代有古代的一些 小队的约束 跟 普遍那个时候寿命短一点嘛 也想这个子孙更新旺一点 多一点机会嘛 而且那个时候 家里传承 国学这种精神方面的 熏陶培养 很多 人他知道 自我本体更重要的 这些无形的 是什么 现在偏重于物质 科技 经济 这个 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欲望 放开了自我 它有好的一面 但是相对于这个社会 更繁杂 更乱 可以找回这个本心 你在 年纪稍微大一点 再结婚也是可以的 三七二十一 再不行四七二十八 这个时候 已经基本上到了 女子最旺的时候 男子 稍微贵一点 就三十二 稍微晚一点 当然最好是找鼻子 小一点 这才男女搭配 女人发育早 她也比较成熟的早 按道理 女人 其实不如男人长寿 但是这个世界 为什么 相反呢 我们 自己 也明白一些 还有很多社会的原因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还在上学 其实上学期间 我们按道理是不主张 靠对象 因为这个年纪 还是能学的 尤其你升到高学历 那就主要是学业为重 也根据自己情况 如果你确实配 那个 配合的好 这个如果 大运来的早 你碰到这么一个人 你也要 至少维持住 我们一个 良好的关系 然后为以后 多准备 甚至现在国家也鼓励 也有政策说你结婚 那也可以在上学期间 也允许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说 也没有那么多困难 那这个自由恋爱 本来是好事情 信息 交通 什么都方便 本来是好事情 但是现在人 不在乎 乱用 那就太乱了 所以西方这个 自由主义 个人 自私 英雄主义 发挥 强调自我 那就很好 尤其新开放 那干嘛 所以说 我们说一些俗语 什么好白菜 什么猪的 那你如果是在这个年纪 还没有 你再往后 确实 机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 是会太乱了 人受不了这种诱惑 所以这个 还是首先 最终要在前面 男女的这个第一次 非常重要 来到结婚 与优优优优独播剧场